好,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基本数学运算的程式 我们也用自己写的AS0这个主意器去主意过它了 那接下来呢,当然我们有在后面加资料 有后面加一些资料定义 我这边没有写资料定义 那模拟条件判断的部分这边呢 如果你把这个程式放进去 然后加上资料定义 那一样也可以执行 那它最后这个C会取到AB的大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暂存器的结果 好 那像 其实像这个程式 如果你把它存到C 它可能是用R2存进去或R1存进去 所以你到最后你会看不出来说 我到底是有没有存进去啊 因为我不会去列印C的值嘛 那所以一个要验证你程式对不对的办法是再把C载回来 你再把C载回来载到比如说R3里面 那你看看它是不是A和B里面大的那个就知道了 就再加一个LDR3C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这些程式待会我们会花点时间让各位再去执行 那回圈在组合语言里面其实也不难 不过我这个说法没说好 就是大致上就是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做一个一直把R1跟R2相加 再放回R1的回圈 像这样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JMPloop 回到这里一直做 当它执行到J行就回到这里 那再继续做下来 执行到这样又回到这里 那不就是无穷回圈吗 OK 好 所以回圈 画有无穷回圈其实是蛮容易模拟的 那如果今天要做的是有点类似FOR回圈的 FOR回圈的话就比较困难一点点 因为它其实你用C载写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段落比较多嘛 这个段落比较多 就是它要做的动作也就比较多 好 那我系员像这样子写一个上等于0 然后呢 从1加到10的动作 短短的 但是写成组合圆的时候呢 就长长的 那这里有一个对照版 你大致上可以看出我们的意图 就是说先把上呢 上一开始设0 就是上ward0嘛 一开始设0 然后把上呢 载入到R1 所以R1也是一开始是0 也就是说我想用R1来当成那个代替上 因为我只能再转存器做相加嘛 所以我不能够一直对上座修改或增加的动作 这样会浪费时间 所以我就先把它载到R1 载到R1之后呢 再把I呢 I放到R2 I一开始是1 就是这边的1 然后呢 然后呢 R3等于10 为什么要弄个10呢 因为这边要跟10做比较 只能暂存器跟暂存器比 所以就把R3 它塞到R3 R4等于1 为什么要弄个1呢 因为每次我要做加加 加加就是加1 1 这是为什么要弄个1的原因 好 那接下来 如果R2大于R3呢 就跳到ESIT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 R2就是I嘛 R3就是10嘛 那R2大于R3就是I大于10的嘛 I小于等于10的时候 继续做I大于10的时候 不就跳出来 所以I大于10就跳出来 所以GoToESIT 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好 那接下来呢 你会看到 我用R1等于R1加R2 这是在做什么呢 R1是上嘛 上等于上加R2是什么 I 上等于上加I OK 所以我不就是在做这一行嘛 上等于上加I 那R2等于R2加R4 这又是在做什么呢 你看 R2是I嘛 I等于I加什么 R4是谁 I等于I加1 那不就在做这一行嘛 I加加 OK 所以我们的这一行是在做上加等于I 这一行是在做I加加 OK 好 那接下来呢 就GoTo4 回圈 GoTo4 R4我这边忘记写了 其实这边组合员版有写 就4 CMP4 就是GoTo4 4到这里 那所以他会跑到跑回去这个回圈这样子一直做 那这样的组合员的逻辑基本上就是跟这个C元逻辑是一样的 好 那同样的 这是比较像C元的版本 这个是完全是组合员的写法 完全组合员的写法 把这个放进去 我们程式也可以执行 所以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那我就来 来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哪一个呢 我先看一下我们有哪些程式 这个 我们有ESP 然后上 这个上.asm0 其实应该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程式的 就是一加到十的程式 我们把它打开看看 那上.asm0 好 把它打开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是那个程式 不过它的缩排 缩排 不是很那个 感觉不是很好 因为我之前是用Nopad ++去编的 那你也可以改用Nopad++ 来开启 我来 这都是用 来我直接开一下 或者是开 这个好了 开这个来 开启 这样它的缩排会比较 好一点 好 这样子缩排就没有问题 因为 记事本它会把那个跳格键当成是八个空白 但是呢 一般像Nopad和这个dvc++都会当成四个空白 这是为什么刚刚那个没对齐的原因 好 那这样就OK了 看起来是OK 好 那我们就拿来执行看看 一样做S0 然后呢 刚刚这个叫上.sm0 obj0 好 那这个看起来编码好像没什么问题 那有一个 这个报表上面有一个跟这里有落差的地方就是 我所有都改成大写 所以我是大小写部分的 就是不管什么程式进来 我都会把它改成大写 这样子 所以你写大写的I跟写小写的I 我们都认为是同一个I 写大写的上跟小写的上 我们都认为是同一个上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VM0 去执行这个程式 请注意执行的时候是执行这个目的档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次呢 它执行的很长 为什么会很长呢 因为它有回圈 好 要 要这一段要执行几次 这一段要执行至少十次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程式是怎么执行的 稍微往上看一下 往上看一下你会发现说 OK 这是10 有没有 这个4是在10的地方 那jump到4呢 是在20的地方 所以它会从20到10之间来回执行很多次 OK 那你可以看到它执行到20是不是又跳回10 执行到20又跳回10 好 这就是 我们因为有jump 有jump造成回圈的关系 而且你就会发现说 OK 一开始48c这个都很正常 一到10之后呢 就开始回圈了 10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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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最后这个 10到20 然后呢 又回到10 然后14 14就跳24 为什么14跳24 因为这里有一个jgtesit 这里是14嘛 然后跳到24就esit这里 就24 所以就14跳24 然后就就结束了 ret就结束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执行过程 跟这个程式的逻辑是一致的 好 那 那 这里呢 就 你要 你要 去看懂 OK 除了这个程式 暂时编码 你还不需要看懂它以外 你要看懂它的程式执行逻辑 那这个程式是既然做1加到10 对不对 所以它最后的输出结果应该是55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最后的r1是55 因为我把它最后的结果上 其实就是放在r1里面 所以r1是55 所以答案是对的 r1是55 那r2呢 r2是i i是到11的时候会跳出来 10的时候还不会 11的时候会跳出来 所以它i是11 也对r2是11 没错 那r3和r4一直都是10和1没有变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个 这几个暂存器是这个原理 那大致上我们这样子 你可以执行检验看看 那把这个运作逻辑看懂 怎么编码 还暂时不管 我们运作逻辑先看懂 怎么编码是处义器的事情 是第四章的事情 那这个逻辑看懂了之后呢 请各位去写这个程式 请各位去写这个 条件模拟条件判断的这个程式 然后把它加完整 把它加完整 补资料之类的 加完整 还有最后最好把C再载回到R3 你才知道说OK R3是不是 是不是刚好是A和B里面大的那个 那把这一个 你先执行刚刚那个上点 ASM0去做主义执行动作 主义执行OK的话 就来写这一个程式测试一下 那顺便弄懂这种组合语言写法和逻辑 那各位可以开始练习